接着来看到挪威722恐怖屠杀的后续消息 承认上周五犯下挪威两起恐怖袭击案的嫌犯布雷维克 25号首度出庭受审 这次聆讯不对公众开放 法官在听证结束后说布雷维克并不承认自己有罪 他还辩护说上周五的谋杀是保护欧洲不被穆斯林占据的必要行动 法官认为布雷维克的目的是为了攻击鼓励移民的挪威工党政府 法官已经下令拘留布雷维克八周的时间 挪威警方也将对布雷维克声称自己有两组同党的说法展开调查 首席法官金赫格尔表示布雷维克在这次闭门听证会上声明 自己袭击并不是为了杀害尽可能多的人 而是要发出一个强烈信号 只要工党继续解体挪威文化 大量引进穆斯林 他就必须承担责任 他还说袭击是为了挽救欧洲不被伊斯兰化 布雷维克还公认自己实施袭击时 得到了两组人马的协助 他先前曾说自己是独自行动 法官也表示布雷维克承认进行攻击 但不承认有罪 法官裁决警方可关押布雷维克最多八个星期 关押的裁决与检察官的要求一致 将允许他们调查这次案件 赫格尔还表示 被告对警方和法庭所做的声明 需要做进一步调查 赫格尔还表示 要完全隔离关押布雷维克 除了他的辩护律师之外 他不得见客人和媒体 也不能有来信 当局是按照挪威恐怖刑事罪法律 起诉布雷维克 如果他的恐怖主义罪名成立 将面临最高21年的监禁 但如果有可能再犯案 可延长刑期 另一方面 警方正在距离奥斯陆北方 160公里进行调查 据说布雷维克租用这里的农场 制作炸弹 挪威警方周一 下调了攻击事件中的死亡者人数 现在确知的死亡人数是76人 奥斯陆市中心爆炸导致8人死亡 在夏令营的枪击事件中 有68人死亡 行调人记者 伟青一 谢新杰综克报道